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上我的三觀破證 今天的宏觀要漲停板了 在這邊恭喜所有 你自己有買進宏觀了 當然會員不用講 會員就是按表操課 如果你是看粉絲團 有看到宏觀的 也恭喜你 今天宏觀 有夠漲停板了 如果你有看粉絲團上面的推薦的話 記不記得 禮拜天那天 我也推薦了這一支創尾 會不會漲停板 已經無所謂了 如果有漲停板 也恭喜一下 又賺到一支漲停板 還有623億的細微也不錯 也創下短線的新高 這幾檔股票 都是我在粉絲專頁上面 你看像這個宏觀 是我們在11月12號這邊分享的 雖然時間有點久了 因為有的股票在打底 時間耗了比較久 可是你看好久陳旺迪啊 打的底打的底 你看還是上去啦 還是上去啦 我是在10月29號才開始帶引會員 開始佈局啦 沒有馬上分享就買了 再來10月23號的時候分享 有沒有看到禮拜天那一天分享的什麼 6231的細微 因為有人在問我啦 我說這個股票 真的底部打的不錯 喜歡的話就自己縫地卡位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今天細微已經多少了 已經94塊6了 當初分享的時候還在71塊 還在71塊 貪不太貴啦 但是還是貪啦 也恭喜啦 看情況今天細微滿猛的 也會漲停板 然後比較近的就是11月17號 也就是上個禮拜天而已 你看哇 你看創委6104 你看基本上來講 我分享的股票 是不是都在一個相對的底部區 沒錯吧 也許你現在看那個影片 比較模糊正常 因為這是手機接下來 所以圖片會稍微模糊一點 可是不可否認啊 是不是都是在一個底部完成 然後呢 醞釀中 然後呢 趕緊的提醒大家 這就是我一貫的風格 這也就是我一直跟他強調的 今天你要能夠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開心的關鍵是什麼 絕對不是去買最高的股票 漲多的股票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把握住 逢低買進 買在起账點的這個關鍵 如果你做不到這一點 你怎麼可能買的安心抱的放心 賺的開心呢 對不對 周老師講的沒有道理 我講的有道理嗎 所以我相信 當你今天看到今天宏觀 量能漲停 別忘記啦 也是在一個相對的底部 去提醒你的 你不要告訴我這是高檔 這絕對是底部區 當你看到細緯今天 又可以創下短線新高 難道我是今天才推薦的嗎 錯 我們是在底部的時候就提醒你啦 就提醒你了 還有包括今天這麼猛的創緯 也是在一個相對的底部去提醒你的 也恭喜所有的投資朋友啦 也希望大家都能夠秉持 買在起账點的一個原則啦 那你可能講說那為什麼都買來吹低點 我這麼講好了啦 你現在回去有些還在低點喔 用股票也不能買了啦 你想把大盤都已經漲了兩千 兩千 將近兩千 兩百多點了 現在股票還在低點的話 這種股票絕對是有問題的 絕對不可以麻煩 你要買什麼 你要買底部完成的 打個比方 你看喔 一粒店 我是不是公開的 我有沒有嘗試沒有 有些股票我是直接節目上公開的 你說粉絲專業 公開的股票 分享的股票 你還要加入粉絲專業 讓他自己去看 可是如果你有看節目的話 有沒有影響一粒店 什麼時候分享的 11月29號 我那天節目上都講說 也不用每檔股票 都要遮遮掩掩 偶爾放點福利 偶爾來幹嘛 傻傻花 泛泛福利 所以一粒店我是公開送給大家的 那時候我有跟他講 我說就我的判斷這一波 我發現到汽車的概念股 基本上沒有什麼漲 從上禮拜突然間大漲的艾普 大家就可以 艾普跟美奇馬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這個味道 你看像美奇馬 他們雖然是比較偏向 電子的概念 可是嚴格來講 這一波車用的 真的是沒有什麼動道 真的是沒有什麼動道 但是我也發現到 好很多這個車用的概念股 底部也打得不錯 你看像這一檔 叫蓬城 我也覺得不錯 喜歡的人也可以買 我記得我忘記是哪天分享的 絕對不是今天 我忘記是哪一天的 我要去看一下 所以我上禮拜是不是跟他講 我說 好啦 也許有需要像蓬城還稍微跪一點 一檔要十幾萬 這個比較平易近了一點的吧 那麼燙了吧 少一個1啊 少一個1 你去買蓬城要170 你來買一粒墊只要70幾塊 不錯喔 所以你看喔 今天一粒墊 不好意思啦 他今天就沒那麼便宜 今天已經85了 接近85了 可是如果你聽說 是的話上禮拜買 恭喜你 你還有75塊76塊可以買 也恭喜大家啦 那我是在76塊這邊 待會買進的 我裡面買的很低啦 可是你看喔 哇 一定賣就死啦 擔心耶 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我把一粒墊出青了 我今天出青啦 我今天出青 我今天有賣一些股票啦 今天賣一些股票 那為什麼要賣 有幾乎再跟他聊好了啦 有幾乎跟他聊好了 那昨天跟他分享的 也是一樣 像這個順德也是公開分享 今天順德就稍微稍微 弱了一點點啦 可是昨天很搶啊 那當然 哪要現在遇到半年限的反壓 稍微抵抗一下 這都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那講到順德 你看喔 他也是什麼 他的真正成長動能 也是來自於什麼車用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 四個輪會不會招逼兩個輪會 這是絕對的肯定 這是絕對肯定的 所以你看就是說 像我在選股啦 其實我也沒有刻意去選 說我一定要什麼車用的什麼 只是在選股的當下 無疑間 怎麼選到的都是跟車用相關的 所以呢 順德我先遮起來 但是一粒店我就公開 那不管你壓到順德 壓到一粒店 事事證明 恭喜大家 你絕對都是有獲利的啦 都是有獲利的 所以就像我一直跟他強調的 就為什麼有些股票 我要公開分享 就比如說一粒店 為什麼要公開分享 我覺得有些股票 要公開分享給大家 賺倒是沒有什麼關係啊 我覺得師傅引進門嘛 你能賺多少 那就看個人 我只是要給他強調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就是這個重點 存的我沒什麼好說的 大家懂嗎 我周鴻我不敢跟大家講說 我一定每檔股票都可以買在最低 買在最高啦 因為我覺得基本上 要做到這一點比較難 但是我覺得買在起上點 並不難 事實證明嘛 你看我分享過的任何一檔股票 從最早的致遠 我們講這一波就好了 這一波低檔壓的就是致遠 再來是星星 金居 你看這三檔股票 尤其是像 你看像金居今天還在漲 昨天還創新高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在相對的低檔 都提醒你 致遠昨天創新高 今天稍微震盪 是不是在最低點 都提醒你 幾乎最低點 星星也幾乎最低點 還有8155的博智 是不是剛剛買到一個起上點 它不是最低點 我在這邊開始分享的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你現在回頭去看這些股票 看起來說 都很不錯 都很好的 大家都很好的 問題是為什麼你都賺不到 就是因為很多投資朋友 他都忽略掉了 今天做股票你要能夠大賺 我跟你講賺一支漲天板 這不叫大賺喔 賺兩支漲天板也不叫大賺喔 能夠一檔股票保持到 三到四成的獲利 這絕對是大賺 你看我金句都大賺 大概四成都出去 連同加碼單當沖單 大概五成有 那愛普已經幾乎一倍了 對不對 139元 144元買的嘛 我還沒出清 我還有 我手上還有 先跟他講 還有 波段還在喔 連同架差單 我已經大賺一倍了 致遠大概8成7成左右 我還沒去精算他 所以你要了解到就是說 這一波大盤漲了2000多點 投資朋友 你可不可以趕快去算一下 你到底這一波 你少賺了幾個億啊 如果你早一個月前相信我的話 我不要說在賺幾個億啦 對不對 光我後面布局那些股票 兩成三成的比比皆是 我們講最近的嘛 1584 金剛對不對 尻的四級停板 東哥遊艇也是一樣 尻的至少 三支停板一定都有啊 200 我忘記好像250幾塊就開始買了 你看你最高來到多少 350啦 三百三 一張七百萬的價差 所以投資朋友一定要能夠了解到 就是說 當然啦 我這麼覺得啦 我們現在去探討這些 已經漲上去的股票 你說我們現在探討 老師這東哥遊艇還能不能買 老師這個金居還能不能買 老師你這個資源還沒出 那表示還會漲 還可不可以買 艾浦還可以買嘛 反正你還沒出可不可以買 我這邊跟他前聊一點 這些只是叫做實力的見證 不管波段短線價差 我做給你看 這是一個見證實力 我覺得專業跟實力要分開去講 大家懂嗎 大家都懂我意思嗎 專業是可以靠後天去惡補的 快點看這裡 我們看到的財報 好我知道今天上節目就在講這個 這個是可以靠後天後補的 上了很多節目之後呢 財經節目之後他會告訴你 反正東西都人家做好的嘛 你就按表操課對不對 看圖說故事就好啦 再發揮點想像力空間就好啦 這叫專業啊 可是操盤的實力 它是沒有辦法有劇本讓你走的 大家都懂我意思嗎 如果今天我上節目也是跟你講基本面 我看到什麼股票 這股票為什麼我看什麼什麼什麼 好 這當然這是一種專業的展現 但是不表示會賺錢 所以為什麼你看喔 我買了股票就是說 你看 為什麼今天 我要在節目上呈現 我們的call訊給大家看 這不是要展現我的專業 我覺得這沒什麼啦 可是實力就是從這邊開始 所以你看從儀利店 對不對 我一樣介紹啊 但是你不一定會相信我真的有做嘛 搞不好我隨便抓幾支 場面上很強的股票來拉拉 你們以為我有買啊 我也可以把今天抓幾兩支掌停板的股票說 哎呦你看這個掌停板的股票怎麼樣 那又怎麼樣 你怎麼知道我有沒有買 然後參加之後說 老師我參加你會 為什麼我買不到這支股票 相對的嘛 有買我就跟你說我 有買沒買就跟你說我沒有買啊 我沒有必要去抓人家掌停板的股票來演 沒有必要啊 所以今天 我在節目上所分享的任海打股票 不然是儀利店你看 我就讓你知道我買在哪裡 給你做一個參考的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啊 這自己算是一個憑證 大家懂不懂 算一個憑證 一個憑據就說 哦老師你 你看什麼股票 你又帶回完美 就立即是這種概念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 檯面上的股票 當然我不肯每一檔都買 不然這樣買買下來不得了啦 縱使有金三銀三 對不對 除非你是美聯儲印鈔票的 不然 拿那麼多錢可以買啊 但是有些股票我個人的看法 就像比如說我今天也剛才提到 我今天有買有賣 有些股票把它除掉 像一粒店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今天是站在賣方的 那我脫掉啊 為什麼賣 其實就像我常講的 就這麼簡單 也許會再漲 就說也許會再漲 但是呢 基本上站在我的立場來講的話 製作短線嘛 那嘛差不多有 我看一下七十六塊買吧 雖然不大一支漲停板 那是碳幾百八十五塊買吧 這就是這種 怎麼講 你要說那些小賭儀請也可以啦 你要說這小賭儀請啦 那這個 這個 當然有些股票 如果把握的點買得好的話 可以拼搏到那是可以的 那當然我今天不是要去跟他解釋 為什麼我要買這個 我要賣這個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第一個吧 大盤畢竟也漲多了 從這個一萬兩千六 漲到最高昨天嘛 一五一五二 已經漲了兩千兩百多點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美股好了 來我們看一下美股 你看喔 美股的話更猛 可是呢 就像我今天我要跟你講一個重點 這叫什麼 這叫量加倍率 台股也出現一模一樣的情形 指數創新高 指標沒有創新高 所以 就一個合理的推斷 就一個合理的推斷 你會發現到這兩天全值股不太會動 為什麼 因為全值股 它本來就跟指數的連動比較明顯 你看 銀行股 短時間之內銀行股不太會動 它一定會先入整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兩天真的比較好的股票 都是一些比較偏小型的股票 像盈利店 然後呢 或者是像創委這一些 還有宏觀 這些 它反而跟指數比較不相關的 它們可以走自己的路 反而全值股會稍微壓制住指數 所以接下來的操作 我這麼講好了 第一個 大盤它勢必還是會在半年線附近 這邊進行震盪 為什麼要震盪 因為必須要讓指標做一個比較 和緩的修正 來修正這個乖理 來修正這個乖理 再來修正這個背禮的問題 再來第二個問題 接近了前面的套勞區 雖然前面的這個高檔 其實套勞的人其實也不多啦 我這麼講其實也不多啦 其實等於有套等於沒套啦 可是呢 畢竟還是要尊重前面這個高點 所以大盤也會在這個附近 稍微震盪整理 拉回整理 順便測試這個賣壓重不重 讓籌碼成練完之後 它才會醞釀再去供下一個高點多少 在年限的附近 大概在一萬六千多點 這是一個合理的推估啦 那當然有時候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他不能直接上去 不好意思 沒有這個條件啊 沒有這個條件 沒有這個條件 原因是因為說 不是說我看壞這個行情 也不是 而是說大盤 它前面動用的部隊 現在都面臨整理啊 你看第一 我們講第一批的部隊 哪個部隊最強 半導體嘛 但是半導體裡面來講的話 我有看過也不是每檔都很強 你一定要說台積電也可以啊 但是就我的判斷最強的是載板 最強的 因為每檔載板都漲幅超過五成 你看不管南電 或者是像3037的星星 或者是像3189的景碩 基本上來講 他們的漲幅都有超過五成 都超過五成 你看像景碩到現在 還在表現還可以 那包括像還有3515的 做這個主機板的 我們講板卡啦 叫板卡 你看像這個滑晴 短短線也漲了很多 那你要想啊 這些股票短線目前來講 平均漲幅都有五成的情況之下 它要在後面再漲後面的幅度 它沒有經過整理是很難很難的 所以為什麼有些股票我漲多的 我先獲利出 先把資金轉到像宜利店 碳加8EY 做個短線嘛 我相信賺個幾千塊的價差OK啦 如果後面會再漲再買回來就好了 大家懂嗎 再買回來就好了 所以這就是一種什麼 在操作上的一個配置 所謂的配置就是說 有些股票 已經有稍微到一個壓力點 就就像我常講的 有到一個壓力點 你要尊重壓力 就比如說你要問我說 老師東哥也挺 還能不能買 我告訴你 我是站在賣方的啦 這樣大家聽我嗎 為什麼 你要尊重前面的高點 好我點到為止啦 反正陶瓷總好就說 當然我不能說 我的操作方式是最好 是最完美最棒的 但是我相信 我這一波的運作下來 我們不要說百戰百勝啦 但是大獲全勝是一定有的 是絕對有的 是絕對有的 好啦 那我相信很多投票 應該比較關心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規劃 可以壓 好 等一下回來跟他做個預告好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請祝陳東斗庫 朱老師 本破綻會員 手中持股 大獲全勝 今天入會 全面168 感恩大回饋 今天入會 全面168 感恩大回饋 機會難得 盡情把握 刷刷線 明兒2752 5868 2752 5868 陳東斗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陳東斗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本營領先動新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斗庫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 5趴6趴 好 就像我在節目上 跟大家提醒過的 接下來啦 法人作帳的一個行情 才是我們操作的重點 不然我幹嘛買 宜利店 我幹嘛買順德 對不對 我幹嘛買創委 因為這些就是傳統來講 投信法人最喜歡的 你說基本面不好嗎 基本面都OK啊 你說 那個籌碼面程度來講的話 這就跌深啊 你看創委跌那麼深 所以 像這種跌深的股票 法人一作帳起來 我看輕輕鬆鬆 你看 就可以這樣子擠拉上去 這就是因為他們跌得夠深 大家懂的意思吧 所以我們現在在探討 就是說 那法人作帳 你說他有沒有可能會作帳 什麼什麼金剛這一些 我跟你講啦 也許會 但是我跟你講 那個力道 肯定是有差別的 那頭來頭一數不 有人問我說 周老師你金剛沒有賣 還沒賣 我可不可以買 我是比較傾向站在賣 如果你問我的話 因為我現在隨便砍 大概都可以賺四成 沒差啦 這我先老實跟大家講 就不要比如說 你要問我東哥 就隨便砍 隨便砍 都是賺的嘛 問題是我現在去跟你探討 這個有意義嗎 你敢敢買 三百幾塊 你說兩百 兩百四兩百五不買 你現在已經三百多了 你光成本都輸我八萬了 你敢買嘛 對不對 到時候還被懷疑說 哎呦這個周紅到貨給我嘛 哎呦對不對 何必呢 何必讓人家起 何必去做這種 會讓人家懷疑的事情呢 對不對 要幫主力出貨 所以啊 這 這支不錯 今天如果有掌停板 我就公開好不好 如果今天有掌停板 我剛剛看了一下 應該有可能掌停板 如果今天掌停板 我就把它公開啦 這是我們特別會員的股票 這個也是 我重壓的股票之一 雖然它的波動 不是說非常的大 但是呢 基本上還是算很不錯的 這都是之前跟他預告的 但是我今天要重點在這一檔 因為今天這一檔真的很強 如果有掌停板的話 下次再公開好了 那 當然啦 還有我們之前所分享過的股票 這些你看 請問一下你哪隻眼睛去看 你不覺得這些股票都在低檔嗎 都在低檔嗎 都還沒大漲嗎 都在低檔嗎 對不對 買買就要買這種耶 這個有機會再跟大家聊好了 這比較複雜一點 大家懂我意思了吧 什麼叫做能夠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開心 就是這個道理 大家懂了吧 如果你今天去參加任何一個老師 對不對 他做不到這三個原則 我跟你說 我不能說這個老師你不能參加啦 但是喔 我今天你按明明要要準備好 因為很有可能你晚上會睡不著啊 那何必咧 參加節老師要再準備吃油啊 那不是很累嗎 所以你看喔 我周鴻我盡量做到什麼 我盡量做到讓所有參加我的會員 跟上我的這些投資朋友 我盡量不要讓大家陷入一種恐慌 那就不會像 記不記得那時候前陣子花蓮在地震 哇 雖然說花蓮地震離我們台北很遠 可是你知道嗎 有的人就擔心 哎呀 要來是不是換台北大地人 很恐怖 不然我看我來移民好 我來移民來那些沒有 沒有我地人的地方 親愛的 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移民啦 大家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我們今天做股票 當然跟地震的感覺是不太一樣啦 地震是無法預測的 但是做股票是可以預測的 大家懂嗎 當然預測不能百分之百啦 我們不能把預測來當成一種 獲利的絕對保證 這是違法的 不可以 這是違法的 像那種詐騙機場就告訴你 我們明天預期收益有5到8%喔 還告訴你趕快喔 今天要匯錢喔 5萬塊這個卡線卡名額喔 這是騙嘛 還可以預期明天5到8%的收益 這些天證照是有問題的嘛 所以啊 為了要能夠做到 買了安心包的芳心賺得開心 逢低布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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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是我的操作重點 這才是我的操作重點 我相信加入周老师的每個會員都可以見證 我們手上的每一檔股票 我先不去說到底能賺多少 你說我一粒店賺很多嗎 還好 你說順德賺很多嘛 也還好 雖然不是說每一檔股票 就因為畢竟那些股票是新買的嘛 還沒有說賺很多 但是是不是都買在起账點 是不是每一檔都扎扎實實的 帶你們買在最漂亮的起账點 你看順德是不是 一粒店是不是 城市的邀請你跟上周老师的腳步 應大家的要求 這個專案再繼續的推 很多投資朋友就說 再給我一點時間 好啦我知道你們在等信用卡的結帳日 我可以接受啦 我也可以接受啦 好不好 再幫大家爭取最後的機會 我們要結案了 我本來預計今天要結案了 沒關係 配合大家 再給大家寬限幾天好了好不好 有任何問題 不了解的地方 都歡迎你跟我們線上助理進行聯繫 當然也非常歡迎你加入周老师的粉絲團 因為明天又是週末了 等我回事吧 要分享什麼股票呢 明天你們就知道 好 那更進來的節目內容 我們留著笑 再跟他做完整的報告 最後 遇出所有投資朋友 曹志順利 我們下午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